製鞋是一回事 上課是一回事 這雙耳我不知道還穿不穿進去 就是現在胖了 妳要講幾次 那科技硬鞋我們基本上就是試這三個顏色而已 那科技硬鞋就是大家稍微 有聽說過科技硬鞋的話 它就是不同顏色的袋子是對照不同的軟度 那科技硬鞋的話 它以前還有分美廠的跟歐廠的 但是後來它美國的廠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美國廠在2020年的時候就是宣布關起來 然後Gainer就宣布他們要換 就是換成歐廠 歐洲一個說是做精品皮革 對精品的那種皮革的廠這樣 所以它現在的布就是也是不一樣 這個就是以前美版的鞋 它的布面的話就是 雖然跟傳統硬鞋比起來還是比較硬 但是其實還算是相對歐廠來說 比較柔軟的布面 而且它的顏色是比較 偏橘 對不過它也是有各種顏色可以選 我覺得Gainer適合就是你本身肌底功力 你的肌肉發展已經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才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它跟傳統硬鞋用的原理 其實是有點導過來的 傳統硬鞋有點像是 因為它本身會給你的腳很多阻力 所以你為了要去對抗那個阻力 你會成長出那個肌肉 要去比方說你要顛上去或是往前凹 但是Gainer是完全沒有那些力量 所以變成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支撐在那個角度上 所以對初學者來說 我個人是覺得不是那麼適合 讓初學者穿的鞋 而且因為它真的很軟 它的最硬就是即時比起穿的 硬鞋還是很軟 而且幾乎沒有鞋箱 就是整個趾骨跟腳背都是在外面的 以前穿它的時候很容易會感覺說 要翻出去了 要這樣子一直 要掉出去了 對 所以對我來說是這種 就是我這種高重心的 懷關節又很鬆 它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晃 沒有辦法好好的幫我 穩定我懷關節的一雙鞋 對 以前沒版的啦 就是這種短鞋箱其實比較適合 跳很快版的 比如說巴蘭青那種 你要快速上下的話 然後這一雙的話就是後來歐版 這根本就是 這個鞋型 你看 完完全全部一樣兩雙鞋子 這個是後來歐版的 它的整體的布面 就是完全比較硬 然後鞋箱的長度 它其實裡面的鞋箱 並沒有說特別做的特別高 但是因為它布面比較硬 所以你會感覺它的鞋箱 整體的支撐度的長度 就是不會像這個上面這個整個軟掉 這個是還完全的會支撐你的腳背 所以穿起來的感覺 就是完全不同的兩雙鞋 但是像歐版的這個的話就是 這雙鞋我個人是沒有辦法穿的 這個其實是它最中間的顏色 是粉色的袋子 但是因為歐版的布 它支撐性其實是比較足的 所以有些人如果你原本習慣穿美版的黃袋 你可能到了歐版的時候會需要降一個軟度 會變成穿粉袋或是說更低的 比如說藍帶之類的 所以我它換了歐版之後 我反而覺得我支撐力很夠 因為重心就會變得比原本的鞋子高很多 對對對 但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重心很高的 對它整個一路的支撐力就是到這邊 相較於以前這個美版的 以前美版的就是比較低 科技硬鞋它是很特別的一個鞋子 它的整個底板就是用高分子材料 就是塑膠塑膠材質做的 原廠出廠定型就是這樣 它來就是長這樣 它也不會再變 它到屎也是這樣子 當然你穿了可能時間很長了 它塑膠當然還是會開始有點亂掉 你就會覺得 跟你球鞋會變爽 對對對 你就你會覺得支撐力比較不夠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考慮換新鞋 那Gainer就是科技硬鞋它的售價的話 基本上是傳統硬鞋大概兩倍以上 那它的壽命應該有十倍 要看了 對要看個人啦 但是以專業舞者來說 大部分來說應該是有十倍以上 Gainer的那個就是它的好處 就是因為它可以分到很寫 斜寬還有分 對斜寬還有分什麼斜箱的那個box 斜箱斜身 其實Gainer的寬度2到寬度3 斜頭的點都很小 很小 其實不是那麼好平衡 是比較適合跳快板 但是如果是慢板 就要平衡在上面 就比較不適合 對啊 可是如果像我們這種沒有腳背肉的 你很難再買到更寬 因為買到更寬 其實你裡面要加很多東西 然後那時候因為穿了科技硬鞋 之後我就是也在逛那個淘寶的時候 也剛好看到有一個中國品牌有出 他們號稱也是他們自己的科技硬鞋 然後其實價位也沒有到特別便宜 大概也是傳統硬鞋的價位 但是我就是好奇買了一雙來穿穿看 然後它的整個設計什麼都是跟 科技硬鞋有一點點像 它也有做這個皮頭 對鋪毛皮頭 然後裡面也是有做軟墊 然後底板的話 因為那時候有跟他說 可以幫我稍微做硬一點點 所以它有幫我做加硬 這雙鞋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穿的 真的嗎 對 但是就是也是蠻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國品牌的硬鞋 然後最後來介紹一下 最炫炮的這一雙 遠度重陽 遠度重陽而來的 小眾高級法國品牌的硬鞋 你看它連包裝 包裝都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但是在台灣的各位朋友們買不到 買不到 買不到 可以考慮請蝦肉老師代理 但是你們要有信心 代購代購 它一雙運來可能就是含運費就要4000台幣 跟一雙科技硬鞋差不多 它不算是科技的硬鞋 它算是傳統硬鞋 有科技配件 對對對 結合科技 它叫做 Mur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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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法國出來 然後它來的時候本身就是這樣 高級 連盒子 你知道還是磁鐵 他已經有自己他家的一個鞋帶 各種豐厚的斷帶 斷帶 對 斷帶鬆緊帶 或是這種現在部分都會用的彈性斷帶 我本身也是用彈性斷帶 鬆緊帶是這種像蕾絲這種兩種軟件 這個是橡膠的 然後這個就是一般像泡棉式的這種最大的賣點 特別的是 它的底板 是拆卸式的 它是內插底板 底板通常傳統硬鞋就是底板壞了 你這個鞋就直接淘汰了 所以他們特地把內底板做成可替換式的 希望增加你的就是鞋子 就是可以使用的更久 然後它本身的設計就是也有做這個 皮頭 皮頭 就已經做好皮頭了 所以它是這樣 有看到嗎 這邊有一個 它本身就是 這不是我才的喔 它本身就做了一個孔 然後底板就是一個這樣子 插到裡面去 它上面還有分的尺寸 所以它這種底板它是有分硬度的 一個是M 一個是H 就一個中等硬度 一個是加硬 可以換五碼的需求 對對對 更換你的底板 我覺得它的這個鞋箱是 很適合我的一個腳型 因為它是直筒 外底板的材質有點像是Fried 它跟Fried的這種底板的型啊 有點像 都是這種 就是其實是還蠻好玩折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其實也可以上網查啦 說不定你們也有機會 它是Moulette的Lisa 對 這個鞋款叫Lisa 看得到嗎 有一個 Lisa 今天就是那個台灣 你現在買得到了 買不到的硬鞋 就是我們試過的這十幾雙 是我們現在手上現有的 手上現有的 其實我們還有穿過其他 但是是沒有 已經沒有現貨了 已經毀屍滅跡了 對已經被我們拋棄了 因為已經太臭了 就是只能把它丟掉 不過硬鞋這種東西就是 不管它是科技還是傳統 製鞋是一回事 上課是一回事 你知道因為你在練鞋的過程中 你本身使用腳的習慣啊 然後你的腳型什麼都會一直在變 所以找硬鞋是 是一個 never ending的旅程 但是也有舞者 就都是那雙鞋啊 對 也有舞者是一直 一直在調整自己的鞋型的也都有 就是 對啊 每個人還是要自己嘗試一下 反正這邊這十幾雙 你們就隨便挑幾雙去 亂槍打鳥一下 自己試一下 要像我們一樣花這麼多錢 對對對 啊就 這邊 這邊現在總價值應該 哇這一雙 四千四千四千 這就多少了 這邊我們現在很怕被搶 媽媽不要看 看媽 媽媽掰掰 好啦今天的五角被印寫選購指南 就到這邊啦 掰掰 掰掰 這邊看了 這裡看不見 我們在哪個月 就算了 一起吃 走